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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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風靈靈 池城山路 他們不是飆車暴走圖 而是充滿玩心的不老騎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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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歲了 老伯 你看他的配備 他有電視機耶 這是你平常無聊的時候看電視的嗎 對 看他在哪裡 不是 是那倒航系 假人 假人 通通通的假人 這是裝生弄歸的把戲 還是小幫我誤創盡力 這個假人做得好真喔 真的耶 做得好真喔 還軟軟的耶 気持ち 世界三大奇景中的水中風暴 由著摧毀游輪吞沒活人的能力 心心凍破了它 究竟長什麼模樣 小心喔 小心喔 好恐怖喔 一下子玻璃耶 你自己看 有… 這裡… 這裡 這裡看比較有 奇景 奇觀 祕景 得到處處是驚奇 藝術 氣質 人情味 是上天賦予的神奇禮物 跟著小幫我前進日本四國 一同感受出球的阿波之國 好… 世界第1定 得島縣 位於四國東部 以美麗的風光組成 從750年前 讓當地人一夜致富的藍染文化 以及鬼谱神工的峡谷地形 号称日本三大秘境之一的祖古溪 种种的特殊文化和风景名声 都让人赞叹不已 而这次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寻找文明侠尔的巨型漩涡 传说它直径有20多公尺 深度有2公尺 水流的时速高达20公里以上 并列世界三大漩涡之一 到底这样的世界奇观会隐藏于何处呢 在寻找之前 差点忘了有个东西非介绍不可 它就是封迷日本各地的阿波舞 是每个德岛人行踪的骄傲 每年8月还会在德岛市举行阿波舞的祭典 到时会有10万人狂欢跳舞的盛大场面 非常之壮观 究竟是什么样的舞蹈 让他们为之疯狂呢 现在就请Dancing King来教教小巴舞 来跳跳看 先生 请教授 请教我基本的动作 请教授 首先,踩了 腳 把腳拚成横 放開 横拚成横 然後, 把嘴巴抄 把嘴巴抄 在後面 把嘴巴抄 然後, 把嘴巴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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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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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右腳出去的話 就 那個, 同手同腳 2 2 1 2 1 2 1 1 那先生 這個頭巾啊 是不是跳到很開心的時候就要綁到鼻子前面來 有人把他綁到鼻子前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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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那個是基本款 這基本款 但有人是把他綁到鼻子前面來 前面有沒有看到 對 他這個男生的男舞啊 他有分男舞跟女舞嗎 男舞的表現裡面呢 所有的團隊裡面的人呢 有沒有說這個角色的問題 男生的話是比較豪放好爽 男生的話是比較豪放好爽 然後動作比較大 阿波舞的歷史相當悠久 古代在魚嵐盆節的時候 都要舉行舞會來祈求死者名符的儀式 後來這種有趣的舞蹈漸漸受到大家關注 在20世紀才被統稱為阿波舞 這種舞蹈呢 男女舞步不太一樣 男舞呢 自由豪放 滑稽可愛 女生則是妖嬌優美 頭上還會戴個稱為 鳥追利的帽子 非常的特別 雖然阿波舞的舞步單調 但困難的是 手腳要一致 和配合音樂的旋律 是需要高度的技巧 怪不得小馬我練得很辛苦 我看接下來 是該展現苦練舞藝的時候啦 最大的藝術 從今頭上 你將在旁邊 是等待一下 借助 無聲 吃的 食感 吃的 出心 阿波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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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累耶 會累耶 不過呢 很像那種很簡單的原住民舞蹈 或是土波舞一樣 集體運動很好玩 阿波舞 沒講到同手同腳的阿波舞 也有這麼多的變化 移動移近真是好看的 尤其是女生 居然還要踮著腳跳耶 真是很辛苦 一邊聽著音樂 一邊欣賞優美的舞姿 大伙心情似乎也跟著開心了起來 而在打聽大漩渦的下落之後 老師建議我們 可以從險峻的峽谷地帶找起 說不定在湍急的溪流中 可以發現它的蛛絲馬跡 這個地方真的是美得像仙境一樣耶 你看那水多清澈 然後呢還有小瀑布 最主要呢 我現在站在這個地方呢 是足谷葛藤橋 這個葛藤橋呢 它都是用藤蔓 天然的藤蔓 在這個山區裡面的藤蔓做成的 為什麼當時會有這座橋呢 傳說中是在這個 西元13世紀的時候呢 日本有兩大的姓氏 一個姓平 一個姓圓 然後呢都要爭權奪利 為了要爭這個天皇的位置 結果那個本來那個政權 是在平氏的手上 但是原氏呢 就一路追殺這個平氏啊 讓這個平氏 只要躲到深山裡面去 他們就搭了這個藤橋 因為方便說 到時候敵人來的時候 他隨時隨地可以砍斷藤橋 讓那些敵人 掉到這個山谷底下去 所以因此有了這個足谷葛藤橋 而且這個橋很妙 它有分男橋跟女橋喔 現在我們所在的這座橋上面 它是男橋 女橋在哪裡呢 女橋在那邊 遠遠的地方 有一個比較矮的 那是女橋 很特別吧 對不對 用這樣的藤蔓呢 編織成一座橋 那觀眾朋友一定想說 會不會很危險 其實還好 因為他那個日本政府呢 因為現在只有很多的人 爬山遊客來這邊玩啊 所以他每三年呢 就會來更換一次這個藤條 把那個藤條重新再包包包包包包包 那我剛剛仔細看 它裡面有鋼筋啦 其實是非常安全的 唯一有一點點 小小可能會發生小小意外的呢 就是小孩子 或是說老人家 他一個不注意的狀 因為他這個空隙很大 腳可能會踩空 有沒有 像我這樣腳踩空 腳踩空的話會有點危險 所以在走這個藤橋的時候呢 只要你雙手握好 平衡感抓好一點 欸 就很安全啦 對不對 欸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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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可怕可怕 好可怕喔 日本三大秘境之一 好山好水 看看每個過橋的阿公阿嬤 臉上膽戰心的樣子 整體他們捏把冷汗啊 不過 四周猶如人間仙境的好山好水 又讓人身心靈 忍不住的給他 嗯 好搜得下來 哇 是真的假的 耶 安全抵達 來 打開小門 打開小門 就可以下車了 很可愛齁 好像來玩森林的那種 野戰求生的遊戲 有沒有 這個呢 他們因為古代的時候啊 日本人他們就是因為 逃到那個平式嘛 逃到山裡面來啊 他跟外面就沒有辦法 有交通通訊 所以他必須要跨過這條溪的話 他們就做了這個 就到現在呢 他變得觀光用的了 大家來的時候呢 像我們玩 他這樣手一直拉拉拉拉拉 拉到那個河的中央的時候啊 你看兩邊的風景 真的好漂亮喔 因為他整個那個 有重骨的感覺 兩邊都是山 然後有溪水 陽光照下來 又有風夜 人間美景 就在那一剎那 一瞬間 翻過山頭就是著名的 大步為小步為峽谷 顧名思義呢 就是到了這裡 不論你是走大步 或是一小步 都有危險 光看兩旁陡峭斷崖的山壁 再加上深V字型的峽谷 就應該不難想像這個名字的由來 不過說真的 這裡是不是讓人有古似曾相似的感覺 嗯 彷彿就好像回到咱們台灣後山 花東太魯閣縱谷 哈哈 當然來到此地呢 還有一樣驚險萬分的活動 是絕對 不能錯過的 來 台灣有個太魯閣啊 日本有個大步為 台灣有個胸骨藍西啊 日本有個エッジ野餐 嘿嘿 厲害啦 師傅 教我一下 首先 最多的 最容易受傷的地方 最容易受傷的地方 這裡 這裡 然後 這裡 可以做到 但 他這個剛好 你看 這樣手這樣抓下去之後 剛好可以把他握住 這樣轉 對不對 啊 抱歉 揺到的時候 咦 咦 噢 他是說這個最危險 對 對 怕你在急流的時候呢 突然間一個這樣一滑倒就 砰 一個打上去 所以這個要小心 欸 水 第二個容易受傷的就是說 你掉到水裡面 蛤 那很危險耶 這裡水三不三啊 很快的球 深喔 可能10米 深的話 最深的話要10公尺 10米喔 哇賽 啊 掉下去之後怎麼辦 要先浮起來 要先浮起來 然後看左邊是周 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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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個下流的地方 身體要這樣 這樣 這樣 往前 這樣 這樣 舌頭 腳去踢 然後手這樣 喔 盡量保持他的平衡 對對對 大丈夫 那我想請問一下教練啊 這個 泛舟啊 在這個幾眼串這邊啊 這個最好的季節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那這個水擠不擠 這邊有沒有發生會不會很危險啊 沒有什麼事故 都會 因為他們都穿著衣服嘛 都保護得很好 OK 好 我現在馬上就要跟這個師父 往擠眼穿 來出發 大不為一帶的壯觀峽谷地形 搭配豐沛湍急的溪流 自然形成適合泛舟的最佳壁點 而就在大火整裝完畢 聽過專業教練的行前訓練之後 上船練習基本動作 上船練習基本動作 就等著迎接待會兒 令人期待的重頭戲了 起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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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ogy 好恐怖喔 小小一段 我覺得我好好用好久的力氣喔 好恐怖喔 而且剛剛真的會慌耶 我剛剛輕一點看到我這隻手抓起來 我就... 爬回來 整個人慌掉了 因為我真怕那個船會翻感 而且看到那個石頭要撞的時候 就讓我到那個海盜船頭 上去之後要下來之後 整個要出軌 然後就撞到那個三一港 其實所謂的泛舟地點 也才距離出發地不到500公尺遠 心情都還來不及準備好 馬上就安排這麼一段 充滿快感的刺激行程 也難怪大火的尖叫聲是此起彼落啦 すみませんね 導遊說要是心臟美麗的遊客 也可以選擇搭乘觀光導覽船 往返只需要40分鐘 秀麗迷人的西湖 潺潺流水 滿山風紅 還有JR練車從山頭上經過喔 在體驗完緊張刺激的泛舟之後 來去隔壁喝咖啡壓壓驚吧 太帥了 這也是我的夢想 哈雷機車 哇 每台都好酷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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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剛剛聽到聲音的時候 我以為是暴走族 結果一看之後是荒野大標課 每個都上了年紀阿伯 後面很酷 嗨 妳好 他們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團體 南國二輪車愛好會 喔 他們這個成立多久了 15年來吧 欸 但是我剛剛一眼望過去 你沒有年輕人耶 そうですね 年輩が多いですね 五十 平均六 五十 七八かな 五十七五十八 啊 年齡最高的是哪一位 上が八十 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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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八十五歲 今天有來嗎 欸 來來來我們來訪問他一下 嗨 阿伯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八十五歲的阿伯 欸 阿伯雖然說他在這個車隊裡面 他的車不是哈雷 不過也是非常帥氣的一台車 請問一下他那個 玩這個車子多久了 你好 你好 八十五歲的阿伯 他最近的日記 阿八十一歲才開始玩 欸 人家那個我們中國人講說 人生七十才開始對不對 人家八十一歲才開始玩耶 才知道要享受一下人生對不對 你看他的配備 對 他有電視機耶 這是你平常無聊的時候看電視的嗎 對 看他那邊 喔不是那個 導航系 哇賽 摩托車有加導航啊 這很酷耶 因為這台車子有點像那個 以前我們小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有什麼 名流一五零二五零啊 就有點那個感覺 但是他是屬於不是真正的重型機車 算是輕重 輕 中型啊 不是非常重 而且你看他有抱走足的精神耶 我請人家幫他做的 請別人幫他做的 原來眼前這個車隊正是重型機車愛好者的驕傲 成立了十五年之久 基本成員大多是 對他們來說 重機是年輕時代的夢想 而追求夢想這檔事 本來就沒有年齡的限制 從現場一台比一台氣派的機車 到震耳欲聾的強力引擎聲 想把我在每個帥氣的臉龐上 看到一群不老騎士 對夢想的堅持與熱情 也不禁感到動容 哇 看到這台的配備 我首先要問一下 他們這個每個安全帽 這邊有個麥克風 這個是大家可以連結在講話的 那其他配備你看喔 是不是騎哈雷機車的 配備很重要 例如說靴子 對 那我叫這個靴子 靴子 不是要皮衣皮褲嗎 皮褲 要看天氣 對 你看他 他這個椅子 這個很酷耶 他這個哈雷的箱子 已經用到舊舊的 這是買來就這樣子嗎 還是他用成這樣 用很久 用很久 對 哇 很酷耶 你看還有什麼怪怪奇 我看看 每一台車要插得亮亮 但是呢 這台車子多少錢 250萬塊 如果新車的話250萬 日幣250萬 哇快一百萬了 將近一百萬了 那這個車隊裡面 目前誰的車最貴 那現在才貴 OK 這樣子喔 那不好意思 我們先跟你告辭喔 對不起 來 長大 跪一下 唉唷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太貪了 真的很貴啊 這台車 這台車太酷了 你好 你好 這台車多少錢啊 要加 600萬塊 600萬耶 快兩百萬啊 那平常他都一個人 那旁邊載誰 沒有人幫他 沒有人幫他 真的啊 應該是爺爺了嘛 對 他有沒有孫子 媽媽呢 中文學校 已經小學哥中學的 叫他陪你出來玩啊 這剛剛好可以住在裡面 大哥說一台重心機車 基本上都要四五十萬起跳 眼前這台價值高達200萬台幣的 豪華版重機 更是讓小幫我大開眼界 而就在訪談的過程中 車主還熱情地邀請我上車體驗 感受一下 馳程在山路中的極速快感 真的是太過癮啦 你看到這些荒野大標課啊 讓我對未來的這個休閒生活呢 開啟了我的新觀念 我也要買一台重心機車 我想問他們一下 就是說他們平常啊 大概都什麼 每一個月 什麼日子 會出來玩 沒有 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 對 然後每一次就是假日時間 大家約一約 有沒有固定的路線在跑 不一定 那日本全國都去過了嗎 你都去過了 北海道 從這邊騎到北海道 MOTO 給他知道 MOTO哪裡 給他知道 他有檢查耶 他有檢查 我沒有犯罪 他平常在當警察時候 也有騎警車嘛 對 他是抓那個交通犯規 抓交通犯規的 那他自己有沒有犯過規 那他自己有沒有犯過規 有有有有有 有沒聲音啊 他自己的不好意思講 你把我... 你把車也不要怪 你現在很恐怖 很恐怖 抓下來要罰錢對不對 那他是這個 這個南國二輪車的一個 愛好協會啊 女生多不多 五六個人 五六個人 五六個人喔 真的喔 他們...他們... 他們都... 自己參加 他們的老公沒有一起 跟外國參加 他們的老公沒有一起 跟外國參加 喔 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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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這個 你們有沒有想過說 最想... 終極目標 想要... 到哪裡去騎摩托車 我還沒看到 我還沒看到 喔 我想去美國 想去美國 OK 很棒的一個協會 我也突然間呢 因為這一次呢 有感動到 所以回去之後 我也打算買一台重型機車 也來組一個會 人生有夢 竹夢塔石 在我看來 能夠有群志同道合的好友 結伴騎車完成夢想 或許正是最愜意的生活寫照 對他們而言 人生要過得精彩 不一定要靠物質上的享受 而是在於挑戰自我極限的充實感 豐富了每個人的生命 在此 小媽我也要預祝大哥們 明年呢 順利的達成終極目標 阿嬤要幫我幫你忙 假人 都在一起那麼久 我為什麼會選擇他呢 他只不過是一個會彈其他的 假人 警察先生 請問一下那個秘境智商在哪裡啊 怎麼還是假人 阿嬤今天天氣好好喔 帶你出來晒個太陽 很舒服嗎 是假人 為什麼這裡到處都是假人 假人 假人 怎麼通通都是假人 怎麼一路上走來半個人影 都沒有看到啦 難道是小媽我擅闖假人村 還是這些栩栩如生的假人 有何特殊的意義 奇怪 這裡上到底是哪裡啊 怎麼都沒有人啊 都是假人耶 這個假人做得好真喔 真的耶 做得好真喔 還軟軟的耶 還軟軟的耶 你好 怎麼會這樣子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我是真人 真人 對對對 我知道 嚇死我 這附近怎麼都是那麼多的假人啊 我做了 蛤 你做的喔 你幹嘛做那麼多假人 你幹嘛做那麼多假人 鑊子 鑊子 在種類裡種類的 我做了這些 所以我開始做了 假人是稻草人喔 對 裡面是稻草喔 真的喔 真的喔 欸 來來來來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哇 這是你做的好可愛喔 你看看 老爺爺 老爺爺 這裡面全部都是稻草嗎 新聞 現在沒有稻草 它現在都放這個報紙 放報紙 然後用這個 用剩下的衣架 對 放裡面 附近它 手就會動 真的喔 所以我剛剛看到 所有的這些稻草人 都是你做的喔 我做的 對 真的喔 他做這個要拿來賣的嗎 不賣 不賣 它是興趣 興趣 他們是你的朋友對不對 你喜歡嗎 對 都是你的朋友 萬萬沒料到 最初用來驅趕鳥類的 傳統稻草人 在達人的喬丑改造之下 搖身一變 竟然成了表情豐富 又趣味的模樣 老實說 村子裡面的每個稻草人 就像是自己懷胎 十月的心血結晶 充滿感情與生命 這每一個都有名字嗎 那是温泉的支配人 對 這邊溫泉的一個 那是温泉的支配人 溫泉的老闆 他也給人家做 支配人 是真的有這個人喔 有 有 真的喔 好可愛喔 所以我也可以請阿嬤 幫我做一個 像我一樣對不對 可以啊 老實說 其實村民一開始 也都被這些 栩栩如生的稻草人 嚇破膽過 只是熟悉之後 大家都習以為常 還會要求達人 為他們量身定做分身 久而久之 假人村 甚至變成觀光景點 工人遊玩 那麼接下來 輪到小媽我來 製作專屬於我 自己的稻草來囉 平常你講耶 剛才這個光頭爺爺啊 看來看去真的很像我老的樣子 他是不是就已經在做我的樣子 你自己看 兩個像不像 有沒有 也是眉毛濃濃的 然後眼睛小小一顆的 然後又光頭 對不對 我老的時候的樣子 阿溪 腳 腳 哇 你把我做得很高耶 我想問一下這個阿嬤啊 他一開始的時候是誰教他做這個稻草人的 他想說 因為其實他做娃娃 剛開始是做娃娃的 然後因為做這個稻草 他想說 要做一個比較像人的稻草 對 他開始做成這樣子像人的稻草 這個跟日本人 他們這個精神有關的 他們做什麼東西就很專業 要求非常非常的專業 就久而久之呢 就變成做假人的達人了 越做越像 其實很多 他的假人啊 每個神奇人或幹嘛 你遠遠看 他們真的以為他是個人耶 就覺得他好像賦予一個靈魂在那邊 不是真的是一個假的東西 很厲害 好 來 我們幫這個 老的我呢 老小馬 老馬來穿一下這個 毛衣 其實看久的時候就不會怕 看久的時候就覺得他們好可愛 因為他每一個 他那個 表情啊 他的眼睛除了扣子 然後他那個 五官 因為他的鼻子啊 還有旁邊兩個這個 就是腮幫子的地方 都做得很立體 所以你感覺起來就是很 活成是很像一個人的樣子 很可愛 真的耶 我已經幫他變得有手了耶 你看我已經會了耶 你看 來來 Give me back Yo Give me back 從最初一個家庭主婦的興趣 變成專業達人的獨特技能 甚至呢 還有店家指名訂做 只不過 剛剛自己動手做的過程中 心裡有一股奇妙的感覺 就好像女孩子在玩 芭比娃娃一樣 其實還挺有趣的耶 真的耶 你看 很快就做完了 然後做完之後呢 就真的跟我差不多高耶 快一比一 謝謝 我也有一頂帽子 那 先生 請問一下啊 你做一個這樣的假人 要花多久 三天 三天 三天的時間 那你所用的材料是一些廢料嗎 那應該是 都是那個舊衣服 舊衣服 對 然後裡面呢就是用一些報紙 或是舊的墊子 然後呢棉花 我剛剛看到手 他的手裡面是棉花來做的 用廢物利用 而且這樣的話他可以塑形有沒有 好比說老馬的手要這樣子 他就變成這樣子了 然後只要摺一摺他會變成這樣子 或是說他要放在這裡 或是他要放在這裡 他可以塑形或是坐著 或是怎麼樣 其實講真的耶 做一個假人還不錯耶 告別溫暖人性的稻草人村後 突然接獲消息 原來我們要尋找的巨型漩渦 就長生於名門海峽之中 在連結淡路島和德島的名門大橋橋墩當中 有個專門工人欣賞的觀景平台 窩之道 長達450米的步道裡 有著透明玻璃的點綴 只要你第一下頭 就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海面 究竟傳聞中的巨大奇景 會是多麼驚心動魄的場面呢 現在就請大家跟著我小馬 來去見證一下吧 我站在上面 小心喔 小心喔 哎呀 啊 好恐怖 哎呀 底下是玻璃耶 你自己看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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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不要在玻璃上亂跳 但可以站成是強化玻璃棒 榮翔哥就不要來了 哎 你看到沒有 卻窩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呢 他這邊有寫說 本日的窩槽的 見寢時間 滿槽的時間 大概是早上10點50分 然後呢 退槽的時間是晚下午的5點多 所以呢 他這是因為有兩個洋流交會處 而產生地形地霧的這個漩窩啊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看得到 我覺得 哎有有有有有 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拍比較有 前面那邊喔 他會不斷地產生一些小漩窩 應該還是可以看得到啦 有一些小漩窩在 怎麼會這樣 是小猫我運氣太貝 還是有人戴賽 看到腿都軟了 都還沒有發現大漩窩的蹤影 是看見一些零零星星的小漩窩 或是一些小碎浪 這是潮汐的關係嗎 還是天氣的問題呢 難道是大漩窩 他在跟我玩躲貓貓 大妹 這是不行的 看來咱們得要使出絕招 直接坐船出海 來給他一個貼身採訪才行 我有看到多少個漩窩 還是只有一個 10秒或20秒就消失了 然後再次次 要找到新的漩窩 所以 基本上可以看好多個 有一個漩窩 可能維持十秒 或十六秒 之後就不見了 那不見了又有一個出來 不斷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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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一個地方嗎 同一個地方嗎 在同一個地方嗎 大體同一個地方 對 今天在同一個地方出現 OK OK 那最大他曾經看過多大的漩渦 直徑15m 那時候他曾經什麼公尺 15公尺的漩渦耶 很大耶 今天我們沒有看到那麼大 真的啊 大概都是在那個邊緣的時候 比較多 喔 越中的時候 對不對 每個越中的時候 開始有越越的時候 他那個潮汐的問題 就可以看到比較大的 所以今天 那我們的船可以靠近嗎 那漩渦可以看到 可以啊 啊 可是漩渦不是會被吸進去嗎 一般大漩渦的場合 那漩渦的場合 那漩渦的場合 會有的場合 那如果小船的話 就可能好像可以潛入 那我們今天比較大 喔 今天比較大 所以我們的船的動位也重 沒關係對不對 那社長你有沒有聽過說 其他世界各地 有沒有哪些地方 像日本這個有大漩渦呢 那漩渦的地方 那漩渦的地方 看得到 那漩渦的地方 那漩渦的地方 那現在國家應該也有 但是那漩渦的地方 那漩渦的地方 你看到好想就撤回 真的 因為我去過世界上 十幾個國家耶 我沒有聽過人家 國家推觀光是看漩渦的 太厲害了 好吧 那我們是不是快靠近了 那漩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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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分余的地方 對 對 再一分鐘 原來漩渦的行程是 因為名門海峽兩邊的賴戶內海 和基伊水道長退潮時 水域之間會產生十五米的落差 導致高水位的潮水呢 快速灌進海峽 所產生出來的天然奇觀 雖然船長說 今天應該沒有辦法看到大漩渦 但是小馬我對自己 很是很有信心的 心塵則靈嘛 讓咱們一起用念力祈禱吧 那個 前面 對 又一個 可是都很小 掛完穿幾件 卷衣 不下完啊 那麼小 騙我兩千塊日幣 其實是有啦 一直有漩渦 都小小的啦 有啦 你看看 有沒有 小小的 沒了 好 這裡 前面去 它捲一定又沒了耶 時間沒了啦 對不對 充其量我們看到一大堆小漥渦 對不對 然後都彈化了一線 每次這樣捲起來的時候 又不見了 可是呢 我可以想像得到 剛剛社長講的 每當每個月的這個 十五號 就大概 月中的時候呢 滿月的時候啊 這邊會形成大的漩渦 他講說的十五公尺 直徑 我們只能用我們的想像力去想像 就是我們船在那邊 看到一個十五公尺的大漩渦 那一定非常的壯觀 不過呢 今天有點大失所望 花了一點錢來 然後看了一些浪潮 還不如在海邊看 但是還是有漩渦啦 是真的有啦 哪一個哪一個 好軟 好軟 喔喔 I'm sorry 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其實呢 在春天和秋天 大漢季節 海浪時速高達二十公里以上 說很容易出現另外一個 巨無霸的大漩渦 偏偏今天的浪潮一點都不大 看到了漩渦 首先蠻 Bonus 真的是太可惜了 雖然我們看不到 但是好心的船長 提供我們大漩渦的 資料畫面 讓觀眾朋友們一睹她的如三針面翼 說真的能看到超級大漩渦的機會 非常非常渺小 連日本電視台也很難拍得到 只能說是可遇不可求啊 但是沒關係 因為得到線的世界奇觀 聽說不只是這個而已 在這兒還有個驚人的創舉 世紀名畫耶 這麼近距離的接觸耶 看到沒有 嘿嘿 而且 瑪莉莎 我想問她很久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I'm so sorry 沒關係 沒關係 這是在拍照 這是陶板畫 所以說你可以摸它可以親它都沒關係 喔真的喔 這是婦科品就對了 對 那你們花了多少錢買這個版權啊 那你們花了多少錢買這個版權啊 這是最高機密 最高機密 我想肯定是花了很多的錢 因為裡面的畫作都是礦式巨著啊 對不對 能夠把這個婦科到這邊來 還變成美術館來供人家展覽 開玩笑 那版權費不知道不知道多高機 但是真的可以摸嗎 嗨 妳的手 對 我都有點不好意思耶 妳是哪裡沙耶 好 摸一下 嗨 嗨 你好 大宗國際美術館的建設經費 大約是400億日圓 相當於台幣120億 其中最貴的就是版權 因為收購世界名畫的關係 聽說到現在費用還沒有付清 不過美術館最讓人讚嘆的是 使用精密的陶瓷燒製技術 把美幅名畫以1比1的大小重嵌 不怕她退色 也不怕被摸壞 只要您獲得館內人員的允許 就可以和小媽我一樣 摸摸和原畫相似的筆觸和質感 甚至還可以親吻摩娜莉莎喔 你說 這是不是很神奇呢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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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lá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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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會… 剩別你們的人家的 嘿 開始啦 欸 可以吃了 嘿 推吃了 嘿 可以吃了 來 來 吃 打開來吃 這是不是應該做的不錯吧 嗯 好吃捏 好感興奮 来到这个大宗美术馆真的很特别 不只后面有这个淘宝化的妇科品之外 他们是真的把这个最后晚餐做成食材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羊肉 羊肉 魚 鱼 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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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经过烤剧的吗 这是最后的画面有表现出来的 画里面有画到这些食材 所以就把它做出来 好 来 吃一点他们当地做出来的 厨房师傅做出来的羊肉以及鱼肉 看好不好吃 嗯 好吃 好吃 最后的晚餐是达文西最著名的画作之一 美术馆为了纪念开馆五周年 特地还还原画中的美味佳肴 在馆内餐厅贩售最后晚餐的套餐 让朝圣的粉丝们能够编沉浸在画的氛围之中 还能够回味当时的情景 除了这幅画之外 美术馆里还有反骨的向日葵和字画像 米勒的十岁等等 叙叙多多你一定看过或听过的名画 只要说得出名字 这里通通都有 而最最最让我小马感动的是 米开朗基罗在西斯丁教堂里画的 最后的审判以及创世纪 馆内也真实呈现出原本的空间 让大伙看得是目瞪口呆 大探不可思议 辛苦的外景结束后 小马我很想泡泡温泉 解除疲劳来素一下 在这里呢 就有个日本三大秘境之一的祖谷温泉 位于优美的峡谷景观之中 恍如仙境一般 加上优秀的全职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 是他们一辈子都想去泡泡看的梦幻之汤 对嘛 这才叫真正的秘境温泉嘛 你看深山中谷 然后你知道吗 这家这个温泉很厉害喔 它是属于自然喷泉 什么叫自然喷泉呢 它是不经过人工去开凿它 自己从这个地底下喷出来的泉水 那老板呢 非常非常的贴心 因为当他发现这个地方之后呢 他成立这个旅馆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刚刚坐这个缆车啊 全长250公尺 45度角 缆车这样下来 就到这个地方来了 旁边呢 就是真正的大自然的野稀 有沒有 河水 在旁边 然后呢 这边就是山壁了 狗峭的山壁 这感觉上呢 很像我们这个 台湾有些乌来啊 阳明山的地方的温泉 就很像 它这边的温泉呢 有点点这个 属于白灼色 我现在呢 一泡下来之后呢 全身就觉得滑滑的 它也是属于碳酸泉 然后呢 有这个 治疗疲劳啦 养颜美容啦 等等的 我觉得非常的棒 好 这里就是日本的德岛县 有机会的话 不妨来这边 真正深入 深山众国里面的 秘境温泉 这次四国德岛县之行 体验到 与香川县截然不同的风情 让小猫 我见识到最美丽的溪流 与不可思议的峡谷 不禁赞叹起大自然的奥秘 也亲身体会到 德岛人传承文化的决心 以及他们善良淳朴的人情味 尽情享受着 属于小猫 我的阿坡舞之乡